好 謝謝各位記者朋友來參加今天的記者會 我要跟大家報告 國內的疫情正在快速擴散 但是蔡榮統在星期三主持防疫會議 邀請了很多的所長參加 包括陳其邁、鄭文燦都硬要出席 人口最多的雙北卻被排除在外 我們要問問 台北市、新北市沒有疫情嗎 防疫事關全民的健康權益 蔡政府卻以黨派掛算 還在芬蘭綠 還在芬蘭綠 請問病毒來襲的時候有芬蘭綠嗎 我們黨團也以嚴厲的選擇 並要求蔡政府謹速做好配套 確保全民的健康 我這裡有一張表 因為目前蔡政府是定位 防疫要跟經濟定存共存 那我這裡有一張表 是65歲以上接種疫苗的覆蓋率 65歲到74歲 第三劑是64.9 因為第三劑最重要 75歲以上只有51.4 那從新加坡跟韓國來看 65歲以上 他容易衍生重症 甚至死亡的病例 所以就這個65歲以上的覆蓋率來看 嚴重不足 呼籲蔡政府趕快提出相關的誘因 讓這些65歲以上 讓這些65歲以上的全民 8400億錢用去哪裡 為什麼抗病毒的藥品只有23500份 8400億用去哪裡 萬一衍生重症 我們的民眾怎麼辦 趕快準備 第三點是大量染疫的時候 減疫量能不足 減疫量能不足 這已經談了一兩年了 為什麼到現在還不足 還是那個問題 8400億用去哪裡了 所以國民黨團要求蔡政府 趕快把配套做好 確保全民的健康權益 不要再分難率 不要再分難率 病毒不會分難率 謝謝 接著請首席 謝謝 好 謝謝總周 我想各位媒體朋友 今天國民黨黨團這邊召開記者會 就是因為蔡英文總統 前天召開了所謂的防疫的會議 但是卻讓大家覺得 分黨派分派系 我們在這COVID-19來臨之後 最常講的一句話 叫做防疫視同作戰 現在疫情升溫 我想這一句話 在蔡總統眼裡恐怕是一個笑話 我們這樣子的一個防疫金句 但是在蔡總統這樣子分難率 分派系的狀態之下 防疫視同作戰已經是笑話 難道這又是過去民進黨說 823是國民黨跟共產黨的戰爭嗎 請問防疫呢 難道疫情病毒只跟民進黨作戰嗎 當然不是 所謂的同島一命更是如同笑話 我們希望蔡英文總統在防疫的這個做法上 千萬不要分藍綠分派系 我想在這個會議當中邀請了陳其邁市長 鄭文燦市長 他們分屬是民進黨的英系 以及新潮流系 但是台南市黃偉哲市長是沒有派系的 就沒有受邀 而基隆的林宥昌市長是政國會的 在民進黨裡面也是屬於非主流的派系 也沒有受邀 我們不希望總統府跟總統官邸 成為民進黨派系的會議或者指揮中心 蔡英文總統應該做好總統的職責 來面對全民的防疫 所以我們在這邊再次的呼籲 蔡總統能夠謹守本分 不要做失職的事 另外有關於陳時中部長 他說這場會議他也只是受邀方 我想指揮官 中央疫情指揮中心的指揮官講這樣子的話 真的是失職 他也是總統的幕僚 在這樣子一個疫情沒有國界 沒有地方該被遺漏掉的狀態之下 我想陳時中指揮官應該跟總統做出正確 而且全面的建議 而不是一推二五六 只是說自己是受邀方 難道陳時中部長 現在希望我們紓困政新的條例要延長一年 不需要全民的共識嗎 不需要各縣市一起來努力嗎 所以在這個部分裡面 我們希望陳時中部長指揮官 要善盡他的職責 以及他擔任這個衛福部長 以及中央疫情指揮中心指揮官的角色 而不是遇到的事情 只會推責任 謝謝 接下來我們是不是邀請我們洪孟凱副書記長來講話 謝謝 疫情現在持續升溫 每天新北市的確診數最多 我們要問蔡總統一句 你是不是已經忘了新北人 2010年不要忘記 你還參選過新北市的市長 但時空環境不同 是不是你已經忘了確診數最多的新北人 防疫會議可以獨漏新北市長 台北市長 我們更要說 其實不只是雙北 現在整個防疫政策大轉彎 面對Omicron來勢洶洶 已經入侵到台灣本土了 防疫的政策大轉彎 現在應該是趕快 召集全國防疫會議的時候了 防疫還在分顏色 防疫還在分藍綠 防疫還在分黨派 防疫還在分色彩 這是一個總統應該有的作為嗎 再者 我們說 現在不管是所謂的新防疫模式 還是新台灣模式 民眾要看的要聽的 不是你華麗的文青式的言詞 要看的是實際的作為 說現在要失敗 請教居家隔離失敗 還要試嗎 都已經緊要關頭了 都已經什麼時候了 還在試 那代表過去完全沒有預估 完全沒有計畫 完全沒有超前部署 藥物在哪裡 只有兩萬多份的藥物 有專家學者說 這一波的疫情 依照國外 與病毒共存的模式 推估每百萬人的確診人數 來換算台灣在這一波疫情 有可能最終確診人數 四萬到十萬人不等 四萬到十萬人不等 那我們是不是至少 要準備有十萬劑以上的藥物 才有可能因應這一波疫情 這是國外告訴我們的經驗 與病毒共存就是有可能會發生 這樣的一個比例的確診數 這是科學 這是醫學 趕快準備吧 民進黨政府 召開全國防疫會議 並且準備好充足的子彈 包括藥物 再強調一次 台灣在每一次的防疫作戰都不能輸 這不是任何黨派的戰爭 這是全體台灣人民對於病毒的戰爭 每一次作戰都不能輸 就請先從民進黨政府認清 防疫不是口號就可以治理 開始做情 謝謝 好 謝謝侯孟凱委員 接下來我們請來自我們台南的陳毅信委員 謝謝 好 謝謝 我想 我想今天很重要的狀況是說 台灣政府他們提出來清台灣的防疫模式 那麼這個模式呢 等於是只是靠一張嘴在進行防疫 現在要與病毒共存 與病毒共存不是一種心態 與病毒共存是一種政府充分的準備 我們今天用三個指標來看 到底這個政府有沒有做好與病毒共存的準備 第一個重症要看病床 如果說重症看病床 目前國內負壓跟專責的病床只有三千多床 那麼空床的兩千多 現在北部的病床佔傳率已經超過一半以上 如果未來重症案例增加 病床很快就要不夠用 如果病床不夠 人民要如何與病毒共存 第二個指標是染疫要看用藥 英國它與病毒共存呢 最徹底它的儲備用藥 有高達人口數的6% 而其他選擇與病毒共存的國家 各種儲備用藥也達到人口數將近2% 而剛才我們聽到幾位委員也說過 目前台灣所儲備的 不管是瑞德西偉莫沙東或輝瑞 加起來只有兩萬三千五百份 跟台灣總人口兩千三百五十萬 比起來正好只有千分之一 所以說如果要達到至少百分之二的儲備用藥 我們目前用藥的準備至少還要再增加二十倍 至少要到四五十萬才夠 不過現在備要不足 要人民如何與病毒共存 第三 防疫要看快篩 美國政府他們為了要與病毒共存 已經要準備五億份的免費快篩 給人民使用 但是美國人口數還要多一半 而日本也選擇與病毒共存 日本政府也要準備三億五千萬份的免費快篩 這個是日本人口將近三倍的快篩量 如果比照美國跟日本的標準 台灣要與病毒共存 至少也要準備三千萬份以上的免費快篩才夠 請問蔡政府 你現在到底準備了多少免費快篩 如果快篩不足 你要人民如何與病毒共存 所以今天蔡政府他與病毒共存 只是用一張嘴 而今天沒有準備好充足的快篩 充足的用藥跟充足的病床 就要人民與病毒共存 這等於是不給武器就叫人民上戰場 只是讓人民去擋病毒的子彈 突然犧牲生命 突然送死而已 好 謝謝我們以信副主席長 我想國民黨團在這邊要再次的提醒 蔡英文總統跟民進黨政府 防疫視同作戰 同島一命 疫情是沒有國界的 沒有地方該被遺漏掉 甚至於我們的敵人不是人 我們的敵人是病毒 這些所謂的防疫精具 都是過去民進黨政府在防疫時候 所講出來的話 我們希望這不只是 這些總統跟大官嘴巴裡 講出來的防疫精具而已 要切切實實的去做 防疫不分藍綠 防疫更不能淪為政治的工具 謝謝 好 我們今天的記者會到此結束 謝謝 我們可以問一下實事 沒有不行啊 那就先那個吧 那要站起來嗎還是 各位好 我們想問一下現在桃園的選擇 選擇 包含的就是羅志強 是被蔡英文視為新冠軍戰將 那蔡英文也邀他 是民眾長 那你怎麼看 我想羅志強議員 也是我們的副民主長 他一直以來在國民黨裡面 跟大家相處都非常的愉快 而且也是非常具有戰鬥力的議員 我想從2018年 台北市議員的選舉 就可以看得出來 他在大安文山 這一方面的選票跟戰力 那過去這一路走來 更是黨內不可或缺 一個非常好的同志 所以在這個部分裡面 我想 國民黨都是一家人 那有什麼問題 或者有什麼困擾 其實大家都可以說清楚 講明白 那我覺得 我們的同志 是越多越好 那所以在這個部分裡面 我相信 包含羅志強在內 都是我們國民黨的好同志 我們會一起繼續努力 那現在好像對桃園選舉不好欣賞 因為原本大家都覺得 國民黨是拿了回桃園選 而這樣一搞好像選情越來越不樂觀 然後你會藍天說會連帶 拉到其他地區的選舉 應該這樣講 我想 在提名的過程中 一定有紛紛擾擾 我自己在國民黨這麼多年 每一次的縣市長提名 都有不同的紛擾出現 那重點是 提名了以後 大家能不能夠團結一致 我覺得這才是重點 那不會沿羅志強的戰力 我想是大家都有目共睹 那至於在桃園地方上的聲音 或者黨主張怎麼樣去考量 我倒是覺得適緩則緣 那可以來做恰當的處理 那對於這個部分 我們希望好的事情 正面的事情要多多來發生 那對於我們自己選情 甚或士氣有影響的事情 我們要盡量讓它減低 所以在這個部分裡面 我們也相信 黨主張也好 或者羅右翔議員也罷 都會有足夠的智慧來處理 那種和民眾保持的信息 不斷的拉攏來一些事 有在領事嗎 我覺得這個部分 不會沿 我想民眾黨從無到有 他們也非常的努力 那過去他們拉攏了非常多 民進黨的政治人物 那現在也不諱言 再大力的來拉攏部分 國民黨的一些政治人物 我想但是 對於國民黨而言 這也是一個重大的考驗的時刻 那我覺得 只要國民黨好好做 我們的同志 在我們國民黨裡面都有發揮的空間 我倒是覺得這一點 我們對國民黨有信心 對於我們自己的同志 我們自己的戰友也有信心 那至於民眾黨的部分 我倒是覺得 說不定民眾黨現在是求財若� 沒有話說 但是不會言 我相信 國民黨的同志 還是對國民黨有信心的 所以在這個部分裡面 我覺得最後 民眾黨也可能只是 徒勞無功 如此而已 OK 好 謝謝 阿姨 我們真的認為 國務機要費的儲罪化 不是這樣子隨隨便便就可以決定的 因為畢竟 在我們國家的體制裡面 對於所謂的貪污 對於所謂相關經費的使用 都是非常的嚴格限制 那假如今天 民進黨只是因為為了陳水扁 一個人來修改這樣的法律 而把國務機要費 就除罪化了 就變成總統可以隨時放進口袋的 私款的話 我們其其以為不可 所以在這個部分裡面 我想國民黨還是會為所欣為 我們不會隨便讓國務機要費 變成總統的口袋裡的零用錢 OK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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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